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军武器言,你节目主持Larry 好,这一节就是军武器言和科学新知Crossover节目 所以我们今天就有请到陈博士和他们去讨论一些科学和军武相关的话题 那我们今天想说,就是在来自南华早报又出了一个消息 说到中国有最新的6G技术 这个6G技术当然是有很多民用的范围里面有很多用法 似乎它将它apply到军事用途里面 一个很大很大的范畴作战,就是海军 尤其是在反潜战的作战上似乎有大用 用处似乎想将6G那种搜寻技术,6G的特点 放在这个反潜作战里面去寻找 主要是美国、英国、日本、澳洲等的来自军兰 当然大家都很熟知 我们说到,美国或其他别国的潜艇 出了名是静的,他们的噪音做得很小 还有海洋背景的声音,大概是90至95分倍的声音 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一直以来,中国对反潜战的版本也是特别差 所以如何克服到中国的反潜战的缺点 最后可以捕捉到美国或其他别国的潜艇 当然在未来的战争上是会占了先计 所以今天我们会探讨一下可能性 以及这个Apply用了下去之后 还会有什么优势 又或者技术的难处的限制 今天会和大家说一下 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帮忙免费订阅 包括NHK的军武器言 以及科学生志 多谢大家 记得帮忙点赞订阅 陈某仙,你好 Larry,你好 我们谈到今天这个问题 其实6G的技术 我想大家通常都是听开 例如说现在用5G 很多时候 6G技术除了民用之外 其实他今次在南华早报的Apply 有什么含义呢? 例如他去追踪潜艇上 其实他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我想大家都如果记忆猶身 那就应该 6G这个名词 未必很陌生的 因为如果你问 究竟我们6G灭了世了 那有件事很曖昧的 Larry,你记不记得先前呢? 其实哪一个国家和机构宣称自己 想着发表这个6G技术先? 华为是吗? 其实就是 大家都知道通讯技术 3,4,5G上 然后大家就会谈好制式 基本上制式的制定权 其实就令到你在技术上最有华语权 所以人人都看到了 在未来的通讯里面 你怎么可以叫做 在那些更加以后的G 再拿多些的华语权呢? 就是本身你又没有制定制式的能力 还有你又没有那个发展呢? 那种制式 它所需要的那个科技 那个能力在那裡 那你说由5G上6G 那不外乎都是那个 就是最简单的 就是那个沟通频率是会高一些 现在讲的5G呢 都是在用一个叫做 GGHERST 就是10的9次方 那么多个HERST 那种级数的通讯频率 然后你去到6G的话呢 那大家心里有数就是说 比现时5G那个通讯频率 是高10倍至到1000倍左右 那这个范围呢 我们就都基本上认为 是未来6G溝通技术 它所需要用的频率的了 那么中国大陆搞了的 而且它不是只是说宣布 我可以用这个这么高频率来沟通 而是它也都有能力去发展 就是说 你如果需要用到这种技术 我那些这样的电子零件 基本上我都预备好了 所以呢 就在几年前 我们看到中国企图 就是定义了什么是6G 那样 但是最接触下来的东西就是 有军事竞赛政治博弈的成份 那大家就不去参与中国定义这个6G 那所以你说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6G呢 有一个符合6G标准的技术 就中国发展了出来 但是现在呢 世界就不准备用这个 中国定义出来的标准 那样的意思 噢 那变成了就是 你设置了一个墙子出来 但是就请不到朋友去玩 就是你有个party 你就设置了所有东西 你邀请所有人去的时候 就没有人去你的party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因为就现在说的是 哇 我来你的party 就里面所有的东西 那些这样的工具 那些就是 总之我就要给一份钱 然后任何所需要的走水服务 就一定是要跟你买 这样的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初步了解 就是6G 就是现在就变成是有少少独家村 就是5G 现在都还是大家是 比较是 外围应用中最多的那个情况 所以就6G呢 如果在国际的空间 好像6G 就直接大家当是未到 就是中国就prepare了 但是呢 假的 假的 这个因为都要国际之间合作 如果大家都不玩 其实你变成你自己stand alone 你自己的market 都很难 popular 所以你都要大家有个共识 就像刚才陈博士说的 你是要有一个共识 大家怎样去用 因为那个规则怎么去定 这个都很重要 那你的规则怎么去定 就会支持了某一些的国家 或者某一些的厂商 比如华为 那样 之前华为都很争取 在6G市场上面 就是帮你去polling hardware 那些东西 那样去拿到先机 不过今天就不是说 就是华为和它那些拓展 那些阴谋那些东西 真的说 那陈博士 那这个6G 就是如果中国他们的 那个角度 南华早报里面说的技术 怎样帮到他们 去找美国的潜艇出来呢 那这样的 这里又要稍为分类地去说一下 如果我们想找潜艇 是可以有什么方向 就是有什么技术 那譬如 如果Larry 你自己第一个 闪到的一个方法 怎样找潜艇 你会想说哪个呢 如果我们通常说 就是用一些反潜的器具 会在一个海洋 例如在水底 用潜艇找潜艇 又或者会在水面上面 就会用反潜艇 其实我们说美国 那些很多 他们都有很多这些 例如用P8A 就是最新的 旧的他们来日本 可能用P1 或者用P3C 他们用反潜飞机 扔那些我们叫做升纳 那些浮标的升纳 就在水下面 尽量去做定位 那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 潜艇下面做 或者是一些反潜的船 例如之前英国 例如一架叫2-3型的 反潜的船 就在试过南中国海 捉到中国的潜艇 他就应该捉到那些 我们叫做柴垫潜艇 都是相当先进的了 不过都不注意 被英国捉了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 如果军方 就有这三个可能性 去捉到潜艇 是的 我想今天就比较少 会少碰到在水底 如何去找 因为他今次中国说的 这套技术是针对 如何在水面那里找潜艇的 如果就算你在水面那里找 刚才你都提了 我们可以用船 放些东西在水面 或者用个飞机 放些东西在水面 或者有架飞机 不放东西 就这样在上面滑过 来去量度 而且量度呢 是量度去什么信号呢 究竟是量度去那个 电池出来的信号 还是这个 升频机械的震荡呢 其实这里已经可以 再细分几类的东西来说的 比如其中一种就是说 潜艇自己本身 它是一块很大的金属 而且很多的成分是铁 铁 然后就是它对 就是那个磁性的反应就是 它是一种叫做铁磁的反应 就是 你当就是一块铁 一块铁 你可以给这个磁石 它靠近它的时候 它最后自己都沾染到 一些这样的磁性 一块这样的东西来的 一块这么大块铁磁的物质 放在水底里呢 原来就是 我想你也有听过的 就是 我只要在上面 如果幸好地有架 其中一种的反潜机 它那个机前面 有个很尖的鼻子 就专是拿来量度那些地球磁场 量度那个地球磁场 如何被下面 无端端多了一块铁磁的 一块这样的东西 在水底的一块东西 怎样影响到 我量度到地球磁场 多了一定少了 原来其中一个方法就是 它透过去探测地球磁场 如何受到水下潜艇的干扰 就是其中一种方法来的 那当然就是 这个限制就是 你能够靠到多近的潜艇 所以这种叫做 就是这个magnetic anomaly 那种这样的技术 就是其中一种 另外就是说 我们怎样去捉到 潜艇 它发出来的机械震动讯号呢 如果不说 它 我们放其他的声纳去找它 有没有办法 在这个水面上面 我们都有办法去听到 水底下面 那些东西发出的声音呢 那大家都会预认我的 如果在水底听水底 会容易一些的 但是呢 如果一经过了水面上空气 就难很多的 那其实今次讲中国大陆 它去发展的这套技术 其实也是应用到6G的这种电池讯号 它作为它的一个雷达的讯号 帮忙在水面上找一下水底 有没有东西藏起来 然后发出一些声波讯号的震动 然后呢 就搏它就可以 现在就希望可以呢 那些讯号如果由水浮了上水面 上到水面的时候 令到水面也有一些震动 那些震动能不能够 在空中被阅读得到呢 那现在中国大陆 其实今次是想搞这套技术的 那这套技术呢 就是说如果它在水底里面 有任何震动 只要不刻意穿出水面 无论它是多轻微 那因为透过6G 它本身的噴泡 就是它的特点 那它就可以轻松 就折取到是不是 陳博士的意思 其实都不能用轻松两个字 我会同意你说的 那个技术现在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那但是现存 你说世界上 又没有人在做这个技术呢 那这个不难去看 美国自己就做了很多年了 那它们就当然不是用6G去做 因为它们没有 那它们呢 就用回 有用到激光信号去做 那它们有它们的电子元件 也都可以是把它放到 在一架无人机那里 那变了就是说 如果你想量得好些 你就用一架直升机 去吊着一架东西 把它放在水面里去量 那因为呢 你直接把东西放在水面呢 就可以无论是水面 还是水下面的讯号 都收到 但是如果呢 这样做的话呢 可以很笨重的 你经常要去到一个地方 放下 再收回上来 再飞去第二处 再放下来 那上面你的直升机 在那里hold住的时候呢 直升机自己是非常吵的 那所以这套 传统的技术呢 其实你会发觉就是 那个移动能力是差一点的 那所以呢 美国它也都很清楚 怎样去改进去呢 就不要用直升机去做 用无人机去做 然后无人机还要找到适当的 他们就选了用激光去做 来射一些东西在水面里 然后看看那个水面呢 究竟有没有一些震荡 是由那个水下面潜艇 产生出来的声音的震荡 那基本上就令到那个水 是有些涟漪的 其实就好像 那能不能够由它自己 那个激光雷达去量度呢 那这个就是美国自己去做的事 那你可想而知 那他们那个通讯 就不是用6G的频谱 那他们都是已经用着 无人机的技术 那但是就算由美国那里去测试也好 那都有面对着一些物理限制 和技术限制在那裡 那中国这次呢 那这次要讲它的技术的时候 反而就有些资料就比较公开了一些 因为是一个已经发表了 在中国自己一些军事期刊的文章 而且不用付钱就可以下载到来看 那所以就 比较容易看到就是说 他们在现存 对美国如何捕捉潜艇技术的认知上面 自己再加多了一个6G技术在上面 来去看一下 可不可以令到自己都捉到潜艇 那如果现在这样去观察呢 可不可以说呢 其实中国和美国他们在叫做 捕捉 那个潜艇发出讯号这个位置上面 是已经很贴 还是其实中国都仍然停在一些理论层面 或者是那个实际那个的进步是不大呢 或者可以这样去比较 怎样去量好呢 我们把尺是什么呢 首先你知道 首先有理论层面先 然后大家都会做的就是 我们正正式式去测试 测试的时候呢 不是一下子就去海里的 就会很实际去泳池先测试的 就是在一个当然水要够深 要超过10米的一个水池 那那个水池就叫泳池 你就不是真的拿来给人游泳的 那你就真的在那个实验室的大水池去试一次 那譬如说 你想着的无人机在水面多高那里飞 那个探测器放多高 那然后就你下面那个的 潜艇那个射线员 在水底有多深 好了 在那个实验室水池环境测试完之后 就拿出去正式的大海里 因为正式的大海里 就有很多其他杂筆的杂讯在那里 那还行不行呢 那这样 到这样都行的时候 你就真的再企图 真的找真船真飞机去试 那美国现在自己的那套技术 就都放在实际的应用那里了 其实就 所以都经历过这个测试的阶段 但是如果你看回中国 今次那个雷达学报发表的文章 他们就由那个自己实验室阶段 就拿去海那套阶段去试 那Larry 其实本身我都有传给你 就是他们那个论文那里有个图 那其实他们在海那里搭了一个台 那他们的探测器就放在离那个海面 是在一个黄海的海面 离海面的高度就是半米至一米左右 就有个探测器 就模仿一下如果有个无人机 放在一个离海面 一个比较贴海面的飞行的时候 看一下可以量到什么 然后它的射线源 就放在那个水底 十米左右的 十至二十米左右的深度 然后去现场测试的时候 还尝试去找一些飞机飞过 干扰 除了水底之外 还有其他的干扰 那他们就成功测试到 可以捉到那个讯号 所以你可以预期就是下一步 他们希望试下放去一些模型 就是正式的飞行 和水底的模型那里来做测试 那究竟到什么时候 才可以放在实际的应用上呢 我想也都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中国和 甚至乎现在在中国核下的香港媒体那里 去看看什么时候会有新的线索 所以看到反潜这里 其实有很多种的做法 但是中国这边 反潜自然我们经常都说 就比起西方 无论就算和俄罗斯去比较 反潜的技术都比较低 基数是小的时候 变成要用很多其他方式去追赶 美国其他西方的反潜技术 还有我想中国都比较注意 就是他们那个黄海 或者我们经常说台海 这些就比较浅窄的水域 所以那个反潜上面 就可能都仍有一定的空间 但是他们将来要在那个阮阳作战 包括东海都不算很深 那就深一点了 还有在南海 事实上 或者甚至乎在巴士卫俠 再出去西太平洋那边 深水很多 其实到时他们去面对 美国的南队 他们的反潜 现在就真的未是很理想的 就是这么说 你要真的做到有效地去 在无论近海还是远洋反潜 你那个对水底的探测的范围 那个深度要是上百米的范围 那才真是形成一个防卫力 但是对于黄海来说 没问题的黄海平均的深度 都是四十米左右 一个就是以双位数字 米计的深海 就是像你说的 到台海是另外一回事 台海浅的地方 就是二十多三十米 但是台海南边的出口深的那些 成一千米深了 另外再看一下台湾 花莲外海那里 又是千多二千米深了 很快就落到 所以可以看到 由它的测试模型 它都是讲述近海防卫政策的范围 所以变成了有限制 到这一刻 限制也是比较近海防御的那件事 不过其实也很重要 近海防御 因为它以前试过 美国那些航空母艦打击群 进入到黄海 其实基本上都叫双门搭户 在那里做演战 然后中国最后升了一艘 送级的潜艇 就嚇一嚇当时的少英豪 嚇到美国的军官 最后都被人顿冬孤 亦都每年要做一次反潜演召 我想他们对中国来说 那个心理威吓很大 因为黄海 如果你这么浅海 你都捉不到别人的潜艇 那就很大件事 其实无论对美国和中国都是 老实那一刻 我想近海防御对他们是重要的 但之后他们去到南海 刚才朕博士说 台湾东部水域那么深的那些 很适合潜水艇作战 这个除了很适合中国的潜艇作战 更适合美国、日本等等的潜艇 还有澳洲未来有核潜艇 所以其实中国的反潜力 都真的刻不容缓 要马上提升 如果听陈博士这么说 都需要一些时间 即是如何提升 在理论层面上 如何再应用实际用途 我们会再观察 好,这一节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 帮忙免费订阅 包括军母器言和科学生之夜频道 亦可以帮忙给like 推送节目上去 好,那我们在其他的题目环节 就和大家再见了 好,拜拜 拜拜 拜拜